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取政权的时候 他们曾经取落了福多 跟农民他们提出来进行土改 那么让湿地的农民以及大部分的这些殿路 他能有自己的土地 我们也看到了 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土改 他完全摧毁了地主 宗族势力 几乎平均了地区 这个日子并不长久 52年开始搞的这个人民公社法 就把土地又收归国有了 所以我曾经提出过 中共攫取政权 他是靠欺诈全国的农民发家的 他提出给你分地 让你参军拿起枪杆子 去抛头颅撒热血 堵枪眼 去为他们争取 打造一个新中国 那么政权到手了以后 他们又利用合作化 这么一个说法 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 那么对知识分子呢 他们采取的是 要实行美式民主 这么一种方案 来作为宣教 笼络住了 大量的知识接触 为他们所使用 甚至有一些 在中共建政以后 从海外 不辞辛劳地赶回来 预备建设一个新中国 国际社会呢 当时正处于苏美 两个阵营形成的阶段 铁幕已经开始有了 只是还没有闭合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是忽忽悠悠的 获得了这个争取 国际国内 都有一定的支撑 同时第一代领导人 他们是有着改天换地的 这么一个决心的 那么几十年下来 一直到毛泽东这一代 退出历史舞台 邓小平通过政变 获得了政权 可以称之为叫连续的政变 那么我们看到了 到邓小平时期 不改革开放 这个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才采取了 聂林当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搞了一个中国版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三十年的 所谓的改革开放 时至今日 国际大环境已经不同了 其实这个变化呢 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真正的变化呢 是从2002年 05年这几次大的 中央党校的一些内部调查 社科院的一些数据 提供给中南海以后 他们逐渐的开始走向闭关国门 回归计划经济的道理 这个政策的制定 以及实施 并不是从江泽民实习开始 并不是从习近平时期开始 对内 他们逐渐走向计划经济 对外 逐渐摆脱 对国际贸易的依赖 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果 过程很漫长 即便换了一个领导人 他们也会采取类似的办法 因为继续保持 经济发展过程中 对人们言论 以及自由度的放开 中共就将失去这个政权 他们比谁看得都轻 他们比谁看得都轻 我们知道08年出现了一次经济危机 这次经济危机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它只是在有一些国家缓解了 有一些国家呢 逐渐的加剧了这个灾难 中国原来以为 我们会走出这么一个谷底 但是从经济学家 调查的数据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所谓的这种谷底 它将是长期的 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 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向印度 在向东南亚 转移的过程中 中国 制造业 制造能力的 逐渐的削弱 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额 在逐渐降低 这个过程 已经长达十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 整个世界在逐渐摆脱 对中国生产的 廉价工艺品的依赖度 这个选择是双向的 中共在预备产业升级的同时 西方也在扶持 更多的初级工业品的替代 所以国际贸易 逐渐削弱以后 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将会被削弱 这个削弱是长期性的 我们经常有一个说法 叫我们有一些主要城市 像欧洲 那么你出了这些主要城市 开车不要跑太远 差不多400公里 600公里 700公里 你就能看到很多地方 它像飞走 各大主要城市周边 都出现了这些情况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福建沿海地区 其实它所谓的沿海 是指闽南 你到了闽东 它是隔线不同音 你这个线开的工厂 你到隔壁线去招人 在生产活动中 都会出现方言之间的问题 以至于整个工作 会造成耽误 我们都知道广东的GDP 将近一万亿美元 几乎能够跟整个俄罗斯 相抗衡 就数据上 但是越东山区 有很多小姑娘 是靠卖身来挣钱的 小伙子们也是出来打工 所以中国的情况 每一个地区 都有自己的特色 每一个地区也都有 左中右有好的 也有坏的 所以不要一页障目 说中国的经济 已经发展得强大了 我们是全球第二大 第三大经济体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缩头 为什么呢 第一 它有水分 它很不均衡 第二 肥大不得于强大 八国联军 打大清的时候 大清的GDP 在全世界 可能还是领先的 这有什么用呢 一个王朝的变化 你不管是他新认 还是衰落 他是有自己的周期率的 中共呢 最起码 它的领导层 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既不敢开放沿路 也不敢在世界经济的环节中 更多的 去跟西方勾兑 那么他就造成了一些问题 你卖初级的这些工业品 你卖矿产资源 这个模式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第一 我们的劳动力成本 在逐年的增加 第二 你的农产品 因为水质污染 土地板结的问题 越来越被国际社会 所抗拒 那么工业品 升级换代的可能性 已经没有了 人家把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技术 甚至更多的管理人员 投放到我们的周边地区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农业 短时间内 不可能流转 工业 人家的热情 已经 开始转移 那么你还有什么 能拿得出来的呢 创新 我们听到这个政府 他提出过很多年了 创新当真这么容易吗 真的很遗憾 每一个国家 在农业国 向工业国 过渡的过程中 他首要的是具备一些 一心追求 先进国家脚步的技术工人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这个社会 他宣传出了问题 我们听到 邓小平提出过一个口号 叫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其实呢 科学是科学 技术是技术 这两个东西 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有很多技术上的 一些瓶颈 你突破了以后 你才发现 或者别人传授了 给你以后 你才发现 它跟所谓的科学 是相背的 你不管是在手工业 还是在大工业中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知道的 所谓的科学 它的发展也只 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远远不足以解释 这个世界上 所发生的一切 那么它就出现 一个问题 中国大学扣招 文科占了一大半 理科 尖子都出国了 出了国以后 大多数人 都不愿意再回到 这个国家 那么回来的 很大一部分 都是在西方 站不住脚呢 那么你就形成了 一个恶性循环 回归的人才不多 大学扩招以后 没有专业的 技工这一类的培养 它仅仅是培养了 一些思想下来 甚至 马泽这一块硕士 全国好像还出现过 报不满 就招不满的情况 没有技工 或者说技工学校培养的是初级的 更高一级的培养 很少 那你就出问题了 就算你从苏联 从美国 偷回来一批土族 你根本就造不了 先进的设备 或者是武器 因为你有了一些思路 有了一些图纸 不是说马上就能造出 先进的设备来 你还涉及到一个材料科学 高级技工 那这些东西呢 在中国最近几十年 都不是很重视它 人才出现了一些断层 唯一的一个 维持了三十年的亮度 是生物科技 说白了 从移植 或者说 接几个手指头 开始 从换身开始 现在竟然要挑战换头了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亮点 除此以外 我们就看不到了 你说我们造了 很多大型的设备 甚至造了大型的军用设备 除了余敏构造以外 中国在军工行业内 都没有能够拿出来的亮点 你没有自己的构想 你无非就是个山寨 你今天造的捷能灯 就算再省电 你跟艾迪森发明的灯泡 有可比性吗 未来很长的时间内 我们将看到的 就是整个国际社会 在逐渐的摆脱 对中国出击工业品的需求 那么替代国成熟了以后 就不是贸易制裁的问题 游戏是讲规则的 从签订WTO 到最终没有获得市场 经济国家的这个地位 我们花了15年 相信不会再有任何一个 大的国际组织 再给中国15年的时间了 所以习近平要做的很简单 他要做的 就是在预防 国际社会 抛弃中国以后 中国怎么样能够 维持中共的领导 因为这种经济上的格局 人才交流上 这一系列的举动 它会导致 中共政权的不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国家 吃财政饭的人口 超过了整个英国的 总人口 英国大概是六千四百万 中国吃财政饭的 不低于七千万 说中国人口基数大 你比印度能大多少 说中国的国情不同 无非就是一个由头 说来说去 也不过就是个恢复地质 我们看到了袁世凯 习近平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那么我们要知道一点 他当真可以恢复地质吗 尊号是皇帝 还是总统 或者现在的主席 对他来说 效果是一样的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种所谓的 台国帝王的称号 即便 你给他上个三千个嫔妃 他也没有这种经历 从他自身的情况上来说 他是想侵蚀流民 想在中共的执政环节中 做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 就这么简单 他的追求不会是钱 更不会是女人 所以他的想法 其实很清晰 我一直在说 不要去猜测他走向民主 还是走向专制 你只要搞懂一点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想留民 没有别的 中国如果走向民主化 整个共产主义 在中国实施的 这七十年 会被清算 中国的文人 不仅仅只有郭沫若 周小平 还有一些 能够骂死亡朗的毒蛇 所以我相信 只要是一个中国人 他绝对不会自己退出 政治舞台 这么大一个国家 在他们手上已经七十年了 从无条件的维稳开始 整个社会 他就进入了一个致命的螺旋 没有正义 没有公平 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而进行的这种维稳 维稳的费用 甚至已经超过了军费 这种情况 我们在西方国家中 也曾经发现过 但是都很短 为什么很短呢 因为他也维持不下去 他会改朝换代 从第四共和国 改到第五共和国 他其实就是一次蜕变 中共是一样 进入到这种 致命的螺旋中 抛弃了正义 仅仅是为了维护 中共的统治 那么他只能延续这个政权 只能加剧国民的痛苦 延续这种灾难 他并不可能 立马皇了 整个社会出了问题 中共从上到下 都是很清楚的 顶层幻想的 通过他们的设计 能够让中共 平稳的 延续这个政权 即便是最次一级 他们要勉强保住 中共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那么中层干部 主要还是搞钱 因为你不管去哪 都得要赢了 甚至有一些 算不上干部编制的 古籍干部 就是那种 富科以下 他的材料归劳动局 都到不了人事局的 这些小干部 都能贪上亿的资金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除了钱 别的都不想 整个公务员体系 出现的问题 已经有许多年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 人心上的问题 基层的公务员 都在卸政待任 我们看到许多 基层的行政管理人员 不仅数字比较低下 而且很粗暴 他们在整个中国大地 就如同占领军 一样的去行事 甚至不用考虑 民心的得失 政权的稳固 因为对他们来说 搞点钱 能够移民 给下一代一个 安生的环境 这就足够了 他们已经 看透了这个政权 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 顶层再好的设计 基层不支持你 你就无法获得 政权的延续 我们听说过 换军长 换师长 没有听说过 换下士班长 整个这支队伍 他的人心 已经换散了 官僚体系中 叫嚷着 要维持中共统治的 只是坐在国务院 政策研究室 或者是中共党校 这一类的文人 那么他就要寻求 一个变化 包括像王沪林这样 为三朝提供理论依据 都在寻求 一套能够让中共 尝制久安的 这么一个理论机制 虽然很难 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们还在做着尝试 习近平这一切 上任了以后 做了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很多 不需要一一列出了 我就说两点 中共最近十年来 有两次 政治上的问题 第一次是乌克兰事件 我们知道 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以后 他除了美国 对他有一个 安全上的承诺 他同时获得了 江泽民政府 对他的安全上的保护 这么一个国际承诺 在双重保护的情况下 他最终 选择了 销毁核武器 我们看到了 一场 克里米亚战争 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 我们不知道 幕后的勾兑是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中国政府 履行国际承诺 第二点就更搞笑 习近平上台以后 洒出去的钱 已经无法计数 很多人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大撒币 但他上任以后 做了一个 很不符合 大国身份的 这么一个决定 他冻结了 胡温时期 对一些小国的承诺 东南亚有很多国家 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原件上 中国政府已经做过承诺的 上一届政府做过承诺的 被冻结了 被重新的调研 重新的评估 最后有很多项目被取消了 从法理上来说 中共的政权 是有连贯性的 你内部出现了再大的问题 在国际承诺中 也不能有这种 毁落的现象 但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切 所以呢 这一届政府 他们不仅失去了 本国人民的民心 他在国际社会中 对强大如联合国 如美国 欧盟 日本的这些经济体 他拿不出什么 有力有节的方案 去跟人家 去谈判 那么对一些小国 他违背了自己的国际承诺 失去了这些知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除了放弃对外的奢望 踏踏实实的搞计划经济 搞内循环 他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 所以短期内 我们不要想 习近平这一届政府 他会有民主的倾向 或者有民主化的一些动作 很简单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维护中共 在中国能够继续执政 没有其他